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年曆 那年曆VBA是把原來的公式做法 切成用VBA的做法 這個當然是有點挑戰性比較高 因為這個是後來我想想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變成VBA 那裡面做哪些事呢 按下年曆之後的話 它會跳出請輸入年份 那我輸入2017好了 比如說下一個年度 它會自動幫我把這一個日期放在1月 自動再加上斜線1月1 就是年然後自動幫我加1月1號 加完之後的話 等於是輸入完畢之後放到這邊來 然後再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之後呢 再自動產生每個月的其他天數 那其他天數的話呢 我怎麼知道是30天還是31天還是28 29 那就是有什麼呢 你產生之後 如果它的月份去做判斷 也就是1月31 那在2月1號 所以如果說它的月份 跟上個月份的那個數字不同的話 那就不要往下了 因為你如果不同月份的 那就把產生出來之後的那個 不同的月份就直接跳離了 就不要再繼續往下吧 比如說2月有沒有 2月到28好了 假如說直接下一個日期是3月 它3月跟上個日期的2月一比 不同月份對不對 它就停掉了 3月不要輸出了 就往這邊 OK 然後4月也這樣 4月到30 再來就5月1號了 那5月1號呢 你的4月跟我的5月不同嗎 對不對 月份不同 那怎麼辦呢 不要往下跑 就跑下個月了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全部跑完之後 再把禮拜六禮拜天抓出來 用那個weekday那個函數 判斷禮拜六禮拜天 然後給不同的顏色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然後裡面會跑很多動作 按確定之後 給各位看一下 全部跑完有沒有 顏色加上去 就是跑這些東西啦 一次就完成了 感覺好像 不過裡面是因為做了很多動作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清除 把裡面的格式 裡面東西清除掉 所以有個按鈕按下去 它會先把格式清掉 再把內容清掉 為什麼 因為在Excel裡面 格式跟裡面的內容是分開來的 你要先清格式 再清掉內容 不然的話 你清內容 它格式會 好會留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大概的流程 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好 這個地方 因為VBA部分 這個後面再來講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中文練習裡面的話 那我要怎麼做 可以剛好怎麼樣 一氣呵成 所以一氣呵成就是說 把它先稍微縮小一點點 那我們會需要 需要做哪些事呢 第一個 先產生 每個月的第一天 那每個月第一天如何產生 它跟下個月第一天相差 一個月嘛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呢 插入環數 用什麼呢 用日期時間裡面的E day 對不對 按確定 然後這個 然後相差一個月 按確定 出來了 那後面的話 又不要再做 不用了嘛 向右填滿 為什麼 因為向右填滿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把什麼呢 把這個格式 這邊有個 因為寬度不足嘛 這個景號嘛 所以格式裡面 讓它自動調整欄寬 它現在景號表示裡面寬度不夠 讓它拉寬一點點 自動拉寬了 那它會因為向右填滿 A會變成B 所以 有沒有 它變成B二了 所以抓這個 抓這個又差一個月 B會變成C 又差一個月了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2月到12月的每一天 通通都出現了 那我希望怎麼樣 所以第一個 用E day產生每個月第一天 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能夠向下向右 全部一次喔 如果我希望一次 向下向右 就可以把這一年 全部產生的話 那該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嘛 第一個就是 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從 等於 等於什麼呢 等於上面這個日期 那因為我講過啦 它跟下 明天相差多少 差一天 所以你把它加一 那因為我的來源 是來自於它 所以它的格式 也會幫我複製過來 所以打勾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1月2號就產生了 而且其他 這個禮拜幾會出現 那你向下填滿之後的話 它1月份沒問題 有沒有 可是你拉過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2月部分的話 應該不能夠出現3月份 而且3月份 應該是出現在這邊才對 可是它卻出現在這裡 所以呢 我們會需要做幾個動作 如果我今天希望 向右填滿的時候 3月份不要出現 那怎麼辦呢 當然你要判斷 怎麼判斷呢 如果他們的月份不同的話 就給它空置串 OK 那所以這樣的話 那變成我要把這個部分拉回來 拉到這邊來 一樣怎麼樣 A2加1 那我要先做個判斷 所以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邏輯函數 我先把這個公式先解下來 好 那怎麼樣可以判斷掉 你可以插入函數 邏輯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用邏輯裡面的1幅 1幅之後的話呢 我要怎麼跟上面 因為我要產生的時候 如果我先判斷 兩個月不相同的話 那我就變成空的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慢死 有沒有 用慢死 刮鬍 我前一天 就是前一天就是他 A2對不對 如果兩個比較一下 如果不等 不相等 那就是什麼 慢死 跟哪一天呢 跟我現在這一天 慢死 刮鬍 A2 就剛剛那個A2加1嘛 也就是加了一天之後呢 如果兩個不一樣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給他沒有東西 反之呢 恢復正常 就是A2怎麼樣 加1就對了 所以底下這個是剛剛的嘛 對不對 這個是 如果兩個月分不同的話 那就可以空之串 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 如果一般狀況是沒有問題 可是向下應該這邊都沒有問題 向右 移過來 會不會有問題呢 放開 欸 各位有沒有發現 3月1號不見了 可是3月2號 發生什麼 Value的錯誤 你想說奇怪為什麼呢 到底很簡單 你要判斷慢死嘛 對不對 可是你卻給他一個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的這個判斷 他會把它當成是有問題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希望 假如說 欸 有發生錯誤的話 那你要用什麼 用那個 這邊有一個說明 就是 有一個函數叫 Is Air 補充說明 Is Air 也就是說呢 如果有發生錯誤的話 你可以用Is Air把它過濾掉 所以如果說 像剛剛這個地方 假如說有錯誤的話 你還可以外面再包一個Is Air 如果Is Air 就是說有錯誤的話呢 那一樣給空置串 不過你會發現這邊已經夠長了 那你要怎麼樣再加 這個可能有點難度 我的習慣是這樣 如果已經有一個邏輯 我外面還在包一個邏輯 很簡單 撿下來 先撿下來再說 撿下來之後的話呢 再做什麼呢 先撿下來 我先移一回來 先撿 特意注意 撿的時候呢 不要撿到等號 等號留下來 再插入一個函數 If 這邊的話呢 就再加一個Is Air 給它判斷 所以這裡的話呢 你可以打一個Is Air 或者是直接 再到前面這邊 如果你那個Is Air不熟的話 你可以在其他函數 其他函數裡面的話 全部裡面找一下 打一個Is 這邊的話呢 我們用英文 直接打Is 會有一個叫Is 其實這個也可以 有沒有 它有沒有一個Value錯誤 可以判斷 可以 這個可不可以 這個也可以 兩個都可以啦 我選這個好了 比較常用的是這個 Is Air OK 按確定 那把剛剛的東西給它判斷一下 按確定 有沒有 這個東西給它判斷一下 有沒有錯誤 OK 不過公司還沒完成 所以按確定 回到If 再插入函數一下 它會幫你把Is Air 跟剛剛那一串 先判斷一下 如果有錯誤的話呢 它會告訴你是True 就給它什麼 空置串 反之呢 就是恢復正常 把它貼上 OK 貼上按確定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再過濾第二層 向下填滿 向右填滿 不見了 OK 然後呢 那其他的話呢 再向右填滿一下 十二個月份 這樣子 拉一下 放開 十二個月份 就 全部 一起合成 不過 可能這個地方 比較難的 你必須要分三個階段做 第一個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那一先用什麼 先用那個A2加1 二 把不同月份 不同月份先篩選掉 所以會用什麼 一副 兩個月份不相同 給空置算 反之A2加1 再來把 這一個公式剪下來 貼回去 用Is Air判斷 OK 好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當然這個地方 如果你將來遇到 這比較複雜的邏輯判斷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剪下貼回去 試試看 那主要是要解決什麼 解決就是說 你的 結果裡面 第一種狀況是 不同月份 第二個是 因為你給了空置算 所以會造成它 值上面 Return回來的值的錯誤 所以你要把它再判斷一次 可以用Is Air 所以那當然 比較簡單的方法就是 把第一次做完的公式 記得把它剪下來 OK 那這個難度上 比較高一些些 所以如果各位 可能會有那個做的過程當中 有問題 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 而且雲端白板 我把它分兩階段 一個方法1 第一次做的 一個方法2 當然方法2就是最後的結果 最後的結果 那你可以 實在是做的過程有問題的話 不然你就是先把這個 先複製貼過去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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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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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